7月19日,我局在例行巡查中发现,辽宾街道邻里公园附近有瓜农在路旁私自设立违规到齐广告和条斧广告 在沟通拆除过程中,执法队员与瓜农发生言语冲突 事件发生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即与瓜农取得联系,取得当事人谅解 同时,我局与辽宾街道协调相关单位,连夜解决卖瓜难题 我局对涉事队员执法当中文明程度不高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组织全局人员进行相关的教育培训,提升文明执法水平 在以后工作中,我们将以此为鉴,汲取教训,温情执法,文明执法 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评论,投资不过山海关 一点错也没有 哎呀,就是太闲了 闲人养的太多了 人家是一视同仁,本地的农民都不放过 别说你们外地来投资的了 电动车查的甜不 这可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呀 11个文件呢 管不管用 太多了 搞得太多了 就好了